突然間塞住做灰災了 整條大馬路泥水覆蓋路面 一條泥流河 讓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大陸兩側都是泥水 隨著車子經過 不斷的湧進齊樓 台中東市這場雨 二十三號下午三點到四點之間 時雨量超過七十毫米 東坑路淹水路段 附近有山坡地 大雨夾雜的邊坡泥土 即淹水才會這麼混濁 排水問題還是怎麼樣 就只有這個區間 泥泥的水 泥大概半個小時吧 那時候雨下多大 很大超大 所以也排水不及的問題 這個的話也有請監測局 也要來會看 看是否把這邊兩個小的寒管 換成跟上面一樣大的寒管 這場雨大約下來將近一個小時 幸好雨小了之後 水很快就開始退 不過可能是天雨落滑 這條路上連續發生了兩起車禍 舊車載著傷者離開 這兩起車禍影響了當地交通 好幾台遊覽車要經過 都特別小心 還是提醒民眾 下雨天視線不好 再加上路面濕滑 尤其是這樣的 鹽水路段 更容易造成車損害意外 天氣不穩定時 民眾出門在外都得小心 三天新聞台中綜合報導